陸軍六軍團下勢洪仲秋 在退伍前夕 卻因為被關禁閉導致暴斃 現在家屬質疑案情不單純 光部長高華駐也震怒 要求要全面嚴查 在今天最新的發展 陸軍副司令吳永明 今天出面鞠躬道歉 而且也說在下個禮拜三十七號之前 就位交出懲處報告 七名緊閉室人員來到陸軍六軍團下勢 洪仲秋家中下跪致歉 來這邊表示懺悔 仲秋走了 我們非常的不捨跟難過 因為我們的不注意 只有四人這樣還不行 那我是希望他們過來給仲秋上個箱 然後看看仲秋的大體 跟仲秋講講話 然後能夠讓仲秋放下 讓他們下跪那是我親戚的 家屬難掩心中悲痛 因為洪仲秋勝三天就要退伍了 沒想到回到家時 竟然成了冷冰冰的遺體 國防部長高華駐對此表示震怒 要求全面嚴查 陸軍副司令吳永明跟當場鞠躬道歉 經過調查發現 確實有處分程序不夠周圓 緊閉室管理欠當 介護人員信念不足 以及在危險天氣狀況之下 沒有適當來調整科目 幹部緊急應變防暑能力不足等重大為師 軍方坦誠確實有疏失 但對於關鍵疑點卻沒有說清楚 像是家屬質疑洪仲秋被關緊閉前 做了體檢報告不到一天就出爐 部分數值也都在及格邊緣 他還是被關緊閉 體檢的那個部分 為什麼可以當天就可以拿得到 當天拿得到到底是正常呢 還是有特殊的狀況 當天拿得到 有時候我們在基於服務的立場 我們會盡速再給予幫忙 那關緊閉算不算 這我們是依據相關的這個流程來做處理 軍方說相關檢討懲處報告 會在17號交出來 能不能讓真相水落石出還家屬一個公道 外界也很關注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好